原本想面试补习班电访工作的曾同学 没想到面试时却发现苗头不对 原来工作内容居然是培了小姐 本来想说要约面试 结果那个公司就很奇怪跟我说 我不需要面试他们很缺人这样子 直接过来上班就可以了 然后等到我过去之后才发现 他们就是一个一般的小套房 然后里面摆了很多张桌子 然后人跟人之间只有用那种L夹 隔着的那种很一般很一般的隔板 然后就一堆电话 然后都是女孩子 然后打电话之后他就跟我说 你就接电话 然后照上面的稿回答就可以了 然后我才发现他的内容 大概是都是交友软体那些 才发现我根本就被骗了 就是都只有写说电访公读生 然后不需要接触 然后很轻松这样子 因为大多数都是这样写 所以我就没有怀疑 就觉得可能跟一般的就都一样这样子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受疫情影响 学生族最喜爱的打工职务重新洗牌 以补习班老师行政人员最受青睐 主要是可以减少人际接触 但也使得不少犯罪集团 透过网路诱骗学生 提醒学生们找工作时 务必谨记三个准备 七个不要 三个准备呢 一般来说就是在你面试之前 要记得告知亲友 以及期待你的亲友一起去 或者是说请你的亲友在外头等待 又或者是你要在这个打工之前呢 先做好这个公司的功课 比方说它的背景 是不是有经济部的合法立案 这是三个准备 那七个不要呢 最主要是东西不离生 不要随便饮用来路不明的饮料 以及说你不要随意的去办证件办卡 又或者是不要缴费 不要买产品 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学生族群都把打工 视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从调查数据反映期待的 平均薪资为176元 也略高于目前的基本工资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